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广东梅州开国中将曾国华将军的故居 从农村的一位放牛娃到大将军的一位传奇人物 据说他是年幼的时候 大概五六岁就已经被他的父亲贩卖给别的人家 后来他的人生也是过得不是很如意 经常在养父家里遭受那种不平常的待遇 不公平的待遇 后来远征军北伐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北伐战争 后来就成为了一位中将 开国中将 这里就是曾国华故居 目前是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他是史卷于清闲方三年 五开间三堂两横屋 一位龙 共有四十个房间 建筑面积有一千平方米 看一下他这周边 前面尖尖的山啊 然后看一下他的白虎 青龙方 前面一口半月形的池塘 这是他的白虎 白虎方 现在进去看一下 这个小巷就是曾国华将军的这个照片了 1910年到1978年 享年68岁 是武华县麒麟镇 凤凰村人 1924年离开家乡 参加北伐军 参与过25000里长征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诸多大小战役 看一下 都是九金沙场的一位人物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被授予空军中降军血 年铺 曾国华将军的年铺 你看 在1913年 大概就四五岁的时候 就卖给当地的一位官 官方之家 作为养子 当时也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 才读了小学三年 就离家出走 后来就参加的这个 北伐 那时候才十六岁 然后后面就九金战场 你看 九金战场 九金沙场 哇 你看 1934年 1935年 36年 1978年 1月3号 在北京病逝 享年68岁 这就是曾国华将军的传奇医生 看一下里面的环境 目前也是被修编的非常的好啊 你看 这边的环境啊 然后我们前面看到的是曾国华出生的房间 他就是从这一个小房间里面出生的啊 这里是一桩木床 一个衣柜 书桌 这里应该就是以前曾国华读书的地方吧 是不是 一张书桌 一张小板凳 然后进来这里 又有几个房间啊 好 现在来到他的上亭 上面吊的一个花灯 这里 也是 详细的记录有曾国华将军的这个战争史啊 秦迁顾礼啊 说明 曾国华 他还是有返乡的 我们看一下 大概在 1953年 他的父亲离世之后啊 当时他又在指挥作战啊 无法回来奔丧 就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和愧疚啊 那么这位走出大山的将军啊 虽然只有两次返乡行程 但是他给家乡人民啊 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说明他还是一位非常孝顺的一位 虽然他四五岁的时候啊 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是 这边还是作为他的出生地 作为他的故乡 啊 经过几十年 人人不忘 这个故乡的情怀 这里就还摆放有很多这种 争果哈 用过的一些随身物品啊 他的军杖 你看 五口厚非的 大将军 我们从这里看一下 这边是他的狠物啊 总共有四十间房 这个故居也是被当地的政府啊 修缮得非常的好啊 好 好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啊 就参观到这里 这里就是广东 梅州武华县 麒麟镇 凤凰村 曾经的开国中将 真果花的故居啊 曾经的开国